《阅读单元2 标识词语》 目的在于协助家长、培训子女 运用这些标识词语来阅读文章 藉此提高子女的阅读理解能力 每一篇文章 作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留下一些线索 帮助读者去阅读和理解 而这些线索有很多种 在本单元里面介绍标识语 常见的标识词语 例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等 又或者是首先其次、再其次 这些都是常见的标识语 现在我介绍一篇在本单元里面的文章 就叫做年的用途 第一段是这样说的 年的用途很广 而第二、第三、第四段 他就用了标识语来寫作 第一是食用 年的营养很丰富 他说年子就是清香可口 年可以生吃又可以熟食 他说 牛粉可以制成这个糕点非常可口 而牛制成物贱 就是一种风味的小吃 很受欢迎 第二,他说是药荣 他说年梗就是清热解暑 而年心就可以安神清火 年房就可以去语 偶侧就可以解走毒 而年子就可以健脾 因此年的药荣价值是很高的 第三是观赏 大家都听过是出污泥而不染 这个诗句 其实是表扬着年是花中之君子 所以年花是特别美丽 是一种观赏性的花 最后那一段作者说 总括来说年的用途是非常广 在这篇文章里面 作者是运用了标示词语 就是第一、第二和第三 如果我们读者能够掌握这种标示词语 来阅读文章 我们阅读的理解水平 就会大大提高 其实各位可以看看我刚才 为什么能够复述整篇文章 其实我就是运用这篇文章的标示词语 来到去记忆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意 和复述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意 靠着标示词语 往往能够帮助我们 复述到内容的八成至九成 所以这种策略是 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子女掌握的 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的二十篇文章 我们的作者都是运用了标示词语来写作 因此家长可以协助子女 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 用一支红的笔 将一些标示词语圈出来 然后慢慢再阅读再理解 这样可以帮助学生 是减少阅读的负荷 阅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做了有关的问答 做对了 接着我们有延伸的活动 和教学的评估 应该怎样做呢 各位家长可以参考我们的 阅读单元总介绍这个六章就可以了